真洁的眼神 作者 彭晓明 播讲 夏秋年 第26回 A 方克勤辅知青高考提名金榜 陶诗寻教英文新婚重战花魁 云秋开门一看 原来是大帝裴哲明和他弟弟 就问道 大帝 你从农场回来了? 我请了个试驾 无论如何要回来一趟 我爸听说北京有消息 可能要恢复高考了 快进来坐 你这么黑这么瘦 看你妈不心疼死 黑瘦倒不用太愁 只怕我们的脑袋里太贫乏 太空白了 像傻子一样 云秋摸不着头脑 问说 大帝 你这回是怎么了? 是不是女朋友吹了? 云秋阿姐 现在我根本没心思去想那些闲事 今天是来跟克勤阿哥拜师讨教学问的 方克勤立刻应声开玩笑说 大帝又要读文学名著了吗? 大帝一脸严肃的说 克勤阿哥 我和小弟都被四人帮耽误了 数理化英语都没有基础 我已经把哲方阿姐读中学的旧书都翻出来了 许多练习都做不来 云秋去张罗阿福的功课和睡觉 方克勤接过两兄弟的练习本 开始演算一道又一道的音试分解和方程题 等到阿福睡了 云秋过来观看 只见克勤的笔下一行行的算式 从高次的多项式一步一步变换 最后分解成最简因式 当中弟兄俩提出疑问 方克勤从容解答 过了十点 方克勤画出几何图形 证明一条定理 裴家妈妈进来了 她责备两个儿子不该耽误方克勤夫妇太多 两个傻小子不懂事的 人家克勤阿哥明早是要上班的 帮你们做题 就不要抓革命促生产了 说的两兄弟立刻收拾书本 赶紧回家 方克勤笑嘻嘻的说 他们小青年荒废了十年 现在小的要补课 是好人呐 裴妈妈 你好福气 裴家妈妈回答说 真的不晓得怎样谢谢你 云秋接过话头说 谢个啥呀 自家兄弟 难得克勤真是人才 老早初中高中 我们也都读过的功课 如今几十年过去 全部都还给了老师 克勤他至今还是熟门熟路 有问必答 说完就告辞回去了 云秋送他下楼 一路念叨的是 大帝主妇哲芳 明天要去拜托侯玉婷买书 文革前出版过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 当时没有什么反响 现在突然成了紧俏商品 每家图书馆里只有一两套而已 如今成了真本 国家决定重印 要托玉婷阿姐千万帮忙购买一套 云秋上楼回来 心里特别高兴 克勤的学问功底果然了得 快三十年了 他的数学知识还是那样扎实 解题如名医把脉 手道并除 睡到克勤身边 云秋忍不住亲了克勤一口 说夸你是人才 你得意了不是 哎 这些初等数学 当时我们的老师称为小袋数 雕虫小技而已 这类习题 趣味性强 是锻炼逻辑思维的方法 你知道吗 阿基米德说过 初等数学 尤其是平面几何 是大脑逻辑思维的健身体操 云秋的心里非常舒坦 方克勤人品忠厚 学问踏实 是自己最可依靠的臂膀 今天他能伸展自如的指导陪家兄弟 日后自家的阿福要考大学 不用辗转求人 克勤顺手就能手道琴拿 夜色深沉 方克勤嘴里微微的憨声 好像是一曲曼妙的轻音乐 以后的日子 哲鸣和弟弟哲心继续常来求教 方克勤一一作答 令兄弟俩佩服的五体投地的是 高中物理里的运动学习题 方克勤也是稍事考虑就能解答 而且 他们知道方克勤大哥过去的工作外语是俄文 却不料所有的基础英语的语法问题 他都能回答 还说是在无锡中学里学的 确实带一点无锡口音 星期日中午 陪家妈妈竟然送来了一厅麦鲁精和好几张内部电影票 云秋和克勤坚决不肯接受麦鲁精 麦鲁精是一点小意思 给你们大人小孩补补身体 不可以的 我们两家再过一家人 你这样送东西过来 倒反而不好意思了 麦鲁精你拿回去 电影票我们收下来 好吧 四人帮倒台了 文艺界重新宽松一点了 许多文革以前的老电影都开始重新放映 《红湖赤卫队》 《五朵金花》 《野火春风斗骨城》等等 其实这些影片本来就是歌颂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 只是没有直接唱颂领袖罢了 电视台也开始播放一些不直接歌颂领袖的节目 话剧最后一幕是描写国共决战时期在一支演剧队里争夺青年的故事 化妆 道具 舞台枪 清一色的话剧韵味 小娘就从香港汇款给侯玉婷妈妈买了一台电视机 历尖幽暗的后楼 白天不见阳光 夜晚却有了闪动的荧光 话剧最后一幕连续放映的日子 玉婷妈每晚必看 邻居们的孩子也都识相 不吵着要看其他节目 玉婷早就说过 如有话剧节目 我妈是一定要看的 从故事情节来看 剧情中的那些国防部名下的演剧队青年男女 虽然都进步的跟随地下党干部留在了大陆 没有跟随国军飞往台湾 可是他们经历文革的时代 会有怎样的坎坷 每个成年的观众都不难想象 然而 玉婷妈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如醉如痴 被剧中的青年和爱情或伤心落泪 或喜极抹泪 云秋也曾带着阿福来看过电视 祝贺玉婷有了好的消遣 玉婷妈在迎平闪烁的暗屋中抹泪的抽气 让云秋无比心酸 她看得出 老人家分明不是在欣赏现实中的戏剧节目 而是在回望自己青春年代的豆蔻年华 从剧中演员帅哥的面影中 寻找侯迅科先生当年的英俊潇洒 内部电影并不是什么秘密事宜 其实就是一些国际上有点好评或争议的影片 但是其中有个别镜头烧射男女交合或女性裸体 不宜在公开影院上映者变成了内部影片 广播局的这类电影票比较多 方克勤帮助裴家兄弟补课 云秋就看了不少内部电影 怀上阿福以后 云秋成了孕妇 不免就要离开时髦的潮流 恰好这时候文革浪潮席卷而来 一色的国防绿 蓝蚂蚁 还有什么时髦不时髦 一转眼 阿福都快十二岁了 淮海路上又有了时装橱窗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 国外传来的新款西裤 居然不是细小的裤腿 竟是大裤腿 大的前甩后甩 裤腿下摆比腰还粗 是不是当初照顾我们步票不够 外国野心小裤腿 如今潮流涌进中国 大裤腿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将要迎来随意购买衣料的时代 云秋不由的感慨万端 自己的青春岁月 都是在步票紧俏的时代煎熬过来的 最最爱美的欲望年华 偏偏憋屈在步票短缺的困局之中 如今云秋已经青春难在的进入中年了 爱美之心却依然躁动不已 玉婷拿来了日本剪裁杂志上的喇叭裤裁剪图 两人稍稍琢磨之后 就缝成了上海最新款式 换上新的皮鞋和丝袜 裤腿长得几乎点地 那宽大的裤腿一甩一身 小腿部觉得凉风兮兮 格外有趣 裴哲明和裴哲新两兄弟 分别考上了南京工学院和上海工程大学 裴家父母为两位大学新生践行 在淮海饭店请客吃饭 方克勤是有功之臣 受到上宾的礼遇 云秋 美娟 玉婷和哲芳 都穿上了他们自制的时髦新款喇叭裤和花泥大衣 给整个沿袭平添了新时代的异彩 陶诗巡也是有功之臣 许多英语句型都是他列出来让哲明哲新去背熟的 饭后 鸟鸟亭亭的四朵金花一起散步 来到云秋家里 哲芳向小姊妹们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跟陶诗巡坠入了爱河 虽然年龄相差很大 可是在教学互动之间 不经意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姊妹们只知道家庭英语小班的知青们都考上了大学 或者上海市外贸培训班 哲芳的英语则突飞猛进 已经能背诵所有陶老师为他打字腾写的那些拜伦 祭祠和泰格尔的诗歌 没料到里边还绽放了爱情之花 陶诗巡的姑母已经在香港把所有的房产都转到了他的名下 等他再过几年从上海离休 就要离开上海移居香港 哲芳将跟他结婚 一起去香港陪伴他的后半余生 现在还没有向爸妈说明 还不知道爸妈会不会不同意 但是哲芳已经铁了心 非陶老师不嫁 陶诗巡也已经离不开哲芳嘘寒问暖的亲密照料了 二军大迎来了高考新生 有的年龄大 有的是应届生 但是用功却一样 教学楼入夜灯火通明 大学重新恢复了生气 老教授重新出马讲课 文革前的青年助教们如今都已人到中年 现在他们才是教学的主干力量 按临床经验和科研积累来说 他们早就应该评委讲师 竞争教授职位了 从校园的人文景观里 云秋突然醒悟 自己也红颜已老 青春难在 前些日子 玉婷谈起香港亲戚 既来的不是时髦邪帽 而是助言护肤霜了 当时云秋思绪里还完全没反应过了 这时候忽然伤感起来 自己比玉婷还年长几岁呢 转眼就是四十了 鲜花含苞欲放的时节 横遭冰霜摧残 想起来就怨愤难消 转眼又已人到中年 索性还有克勤和阿福 我一定要活得比首长还要潇洒 首长他高处不胜寒 起起落落 恐怕也未必那么好受吧 阿福长高了 那天看见两个叔叔考上了大学 心里也很向往 对妈妈说 我长大了也要考大学 喜欢的云秋心里乐开了花 那是一定的 跟你爸爸一样 毕业了当工程师 云秋憧憬着再过几年 阿福要迎接高考 克勤辅导阿福 有求必应 考上复旦 交大 北大 清华固然好 云秋也接受了上海人的想法 首选还是在上海 我们就一个阿福 他要是分配到了北京或是外地 我们怎么办 哲芳决定要把与陶老师恋爱的事情 向父母摊牌 云秋答应他 如果跟父母发生冲突 云秋会来劝说的 星期天上午 裴德山正在收听新闻 中越双方正在交换战俘 一看女儿一脸严肃要谈问题 她立刻关上了收音机 听了哲芳的婚姻决定 裴德山并没有大发雷霆 非常冷静地接受下来 她只是告诫女儿 老夫少妻的抗力 历史上屡见不鲜 但是毕竟 暮年不可能偕老 生理心理的后续效应 都必须有理性的考虑和长久的规划 真正的同龄夫妻 又有多少是白头偕老 善始善终的呢 人生的命运诡计多舛 爱情的可贵正在于面对风雨雪霜 忠贞不渝 毕竟裴德山还是知识分子老干部 她提醒女儿 香港和大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陶石巡离休赴港 国内的离休工资可以继续享受 其他的人呢 陶石巡的收入不少 两人可以生活无忧 可是你在香港没有收入 很可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 广东话又不是短期能学会的 从国家职工变成家庭妇女 这个转变是饱含冲击力和破坏力的 妈妈的眼睛更加敏锐 她甚至早已有所觉察 只是不敢说破罢了 如今挑明了关系 反而令母亲的心落到了实地 但是妈妈又有新的担心 社会上现在疯传新的恋爱条件 说的让人哭笑不得 简称竟是海陆空 改革开放以后 政策宽松了 邓小平说 海外关系不是不好的关系 海外华侨回来投资 是党和政府最欢迎的事情 桥眷桥属都得到了照顾 许多华侨都纷纷回来探亲 带来外汇 也带来了海外华侨工作勤劳 生活富裕的真实信息 这就是海 四人帮下台了 许多老干部像我们家裴德山一样 恢复名誉获得平反 工资补发 就是比较大的一笔钱 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 打死的 还有活下来的 现在都落实政策 基于抚恤照顾 这就是路 上海话跟落实的落谐音 最后是空 上海人的居住面积实在是太少了 再有钱 是大学生 工程师 长得高大英俊 没有房子也不能结婚 所以空房间可以做新房 就是代字归中的小女子们最关注的要点 哲方的婚事正好处在这样的潮流当中 少不得会有不冷不热的议论 陶老师毕竟比哲方大了19岁 几乎跟德山差不多年龄 但是织女莫若母 我知道哲方绝不是那种海陆空式的实惠女儿 看得出陶老师也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男人 双方都是经过严肃的考虑的 既然女儿已经选定了对象 我也不再着急担心了 我和德山都不是封建父母 我们是有文化的干部 尤其不可以坚持中国旧式家庭的封建意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订阅